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想北韩的动荡造成了世界的不安 过去这一年我们可以发现美国跟中国大陆在亚太地区战略的争议 钓鱼台水域的争端以及南海问题逐一的复现充满了变数 我们常常讲形式是客观的行至于人 力量是主观的超知在我 我想在动荡的时代充满了变 这个变可以说充满了契机 掌握得好就是好机 掌握不好就是危机 我想就我们这件事情来看 我们国家战略有政经军心科技五大战略 我们准备了吗 我们准备好了吗 前天我们在台日的逾越谈判 我们获得了比较满意的一个成果 但是我们不能满足 那我们在经济战略呢 我们在心理战略呢 我们知道我们最重要的是我们怎么样突破我们的经济的这个困境 怎么样能够巩固我们的心法 最后谈到我们军事战略 我讲汉光演习是年度训练的一件大事 军以战为主 战以胜为先 我们必须要强化我们的训练 才能够提升我们的战力 当然演训不是看热闹 我们不是看雷霆两千的发射而已 我们是在演习当中 怎么样去找问题来解决 怎么样去找缺点来改进 我想我们可以百年无战事 但是我们不能够一日无战备 那战备要靠什么 就要靠我们累积的训练成果 才能够达成 期盼我们所有的国人 我们应该以目标来集中给我们的国军加油 使他们在未来的战场上面能够获胜 这才是我们应该努力的目标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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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